吴欣第一次碰上和自己兴趣如此相投的人 一向喜欢宅家养生的他 突然想去中医馆 听说徐海桥对中医馆很有了解和体验后 吴欣赶紧向好友为家 要来了对方的联系方式 刚加上好友他本意是要个中医馆的地址 没想到徐海桥得知对方是吴欣 竟然比要看中医的人还兴奋 我好几次上家你了 我好几次上家你了 太好了 于是两人愉快地约定好一起去中医馆 第二天吴欣早早起床精心打扮自己 以往吴欣化妆出门从来不喷香水 但这次他首次在节目中喷上了 徐海桥也专门到吴欣家来寄他 上车后两人聊得特别开心 徐海桥也是罕见地笑得如此灿烂明媚 等熟络过后 徐海桥还坦言 其实自己早就想认识吴欣了 之前录节目的时候 徐海桥还总会观察他 你也是挺赞的 其实好好多次在录节目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观察你 我就一直在观察你 就是从第一次去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观察你 我给你做一次 你看看 既然说到了之前一起录节目的事情 徐海桥又想到吴欣跳101的舞蹈 一顿精准又不夸张的彩虹屁袭来 把原本就容易害羞的吴欣 整得更害羞了 101跳得挺好的 因为小时候学过少儿舞蹈 我跟他去了三期就淘汰了 我没有看到淘汰的一个环节 我只看到他我就说 吴欣真的好强 他现在还在 他去了三期 你就拍两期 你们的挺炫的 这是排的嘛 就是谁会跳 谁会在前面多跳一会儿 跳擦排的 不仅如此 徐海桥还专门带了小礼物 可能之前就看过 吴欣在家拼乐高的视频 所以这次他专门投其所好 这波惊喜属实是把吴欣洗到了 好久我还给你带了个礼物 来到中医馆 医生先是看了看吴欣的舌头 随后脱口而出了一句话 让原本好奇宝宝一样的徐海桥 瞬间站立起身 可以问你的月经情况吗 这场面确实是令人意想不到又甘尬至极啊 吴欣此刻估计在里面快扣出三十一厅了吧 这边医生在讲吴欣有哪些症状 尴尬的徐海桥在客厅缓了缓后 还特别暖心的倒了茶进去 太暖心了吧 又不要这么暖啊 你来 你继续 这下进来了也不好再出去了 徐海桥想着应该没什么不好听的了吧 正当他准备化身一个透明人 陪在吴欣身边随时接个茶聊个天时 医生把这吴欣的麦再次询问到 痛到什么程度 你再出去转一转 我走 等到徐海桥出去后 吴欣才畅所欲言 医生询问他每天吃哪些保养品食 吴欣回想了一下 自己每日必做项目 于是他开始伸出自己的十个手指数 把对面医生听的眉头都快拧不开了 先喝一瓶美白的 再喝一个葡萄籽 再吃葡萄籽 吃一包那个Q10 钙铁 什么芯 什么风胶 补气的 和补铁的 抗糖的 铜盐丸 鱼油 蔓越莓 然后再吃另外一粒口套籽 胶原蛋白的 再吃一个鳄胶 接着医生才告诉吴欣 吃太多的保养品很容易伤肝 还会影响新陈代谢和那份命 长期一望还容易长息肉和肌瘤 吴欣听完简直吓坏了 而且此刻的他还没吃早餐 此时被逐出门的徐海桥拿着红糖降临 你怎么这么好啊 你怎么好到这个程度了 有红糖拿鞋喝 吴欣拿着早餐特别的感动 徐海桥刚坐下来准备听听医生的诊断 没想到医生的一句话 让他一天之内三次尴尬离场 这次徐海桥选择默默站外面等待